这个味是非常棒的 把酱放入 来 朋友们看看 来的菜一大口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鸡蛋炸酱面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先把 香菜切了啊 这个 是菜码 你喜欢哪一种菜码 今天我多上了几个菜码 咱们看一下啊 你就能想起来 你说中午中午想吃什么呢 是吧 怎么做呢 就不用再琢磨了 我今天 多给你来两种菜码 让你看一下啊 黄瓜丝不要太长啊 够用就行 好 心里美 擦成丝 把葱板 打斜 切成细丝 放点生葱 吃这个面 口感会更好的 香芹 两公分长的段啊 就可以 量的大小你自己 确定啊 我这就是给你打个样啊 让你看一下 朋友们看看啊 开上锅 一滤 就可以了 洗凉 肝 肝 肝 这样 卷一下 切成细丝 这个煎鲤 这个煎鲤就开始往中搭 好了 放到 冷嘴盆里 立刻给它投凉啊 保持脆嫩 并且呢 颜色要好看 现在呢 现在呢 把这个鸡蛋 抽打一下 表打 把这个 葱香味下锅 炒出香味 鸡蛋 快点抽 放到锅里 开始炒 用快点炒啊 炒成大面锯状 怎么样 哎这样就行了 再加上点油 盖点煎子啊 煎至 两个面都是 虎皮色 太好 翻过来看看 两个面都是这个颜色 就叫虎皮面 炒得香 啊 颜色上不来 肯定那个香度达不到啊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个 环节呢 放入葱姜 少放一点花椒面 0.5克花椒面 炒香 这是 二两下 把酱呢 炒得发干 或者说这个酱 烙得浓泡 熟的小油泡 哎 这个时候呢叫什么呢 泡香了 下 炒 下 一大刮 这个酱才能香啊 爆两次锅 这个酱烤得也干啊 现在呢 往里加 虎豆汤 我这是清嘴 这些就行啊 这个 不要勾芡 朋友妈尝看一下啊 加这些 铁面酱 铁面酱呢 找下颜色啊 或者呢 没有它呢 你就放点老抽 都可以 炒开 炒开 开上锅 加上生抽 25克 酱油啊 嚼嚼算 这个酱油 冒泡开锅 要求 三至四分钟啊 炒这个 酱 浓稠了 才好 哎 这么要搅动 把土层往外 挥发一下 什么程度叫好了呢 挂勺 挂勺 这个颜色 哎这个就叫好了 加入 味精 这些 好了 来朋友妈咱看一下啊 开锅了 把这个 集气压的面啊 下锅煮上 搅动一下 来 看一下 点一下水 这样呢开锅就好了 这样 葱生 香菜 放点黄瓜 哎这个它搭在一块了啊 这不是说什么都可以随便往一块放的啊 你像 这几样 把香菜 拿出来 他们可以随便搭配 或者你都需要 都搅在一块 也行啊 你像这个这样的 别加香菜 剩余的都可以往里加 哎 这个味儿是非常棒的啊 口感还好 有嚼头 黄瓜 黄瓜清香 好了 把酱放入 哎 吃的时候这样 拌一拌 啊 别勾气 这种 来 朋友们看看 来的一大口 替朋友们来一口 吃的啊 非常的受吃 并且在层次非常分明 好了 今天这个 鸡蛋炸酱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诸位 欢看